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大家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梁樂宴 Rodney 今天我們大家請來一位好朋友 就是Vancy,Dr.Vancy 就是郭慧璇醫生 來自香港的,你好郭醫生 Hello,大家好 Vancy,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因為她經常在網絡上都看到你拿著Yukulili 彈結他,尤其是在廢點的節目 今天就以一個你專業的身份 醫生的身份接受訪問 你做什麼呢?就是麻醉科醫生 在說這件事之前,不如說說近方 香港近日很嚴重 是嗎? 剛剛開始爆發第四波 是啊,我們也第二波 都未完結 大家都在看不太知道之後會怎樣 是啊,在COVID-19的情況下 前線醫護人員有很多種 其中一種就是麻醉科醫生 但也可能被遺忘 不如先介紹一下 什麼是麻醉科 為什麼你會讀麻醉科呢? 麻醉科? 麻醉科是什麼呢? 麻醉科其實是一個專科 是要讀醫學院這麼多年 之後做實習,之後真的要考的專科 跟外科、移科、負產科 都是一樣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做手術 做手術的時候有麻醉科醫生 會陪著你 全身麻醉也好,半身麻醉也好 他會陪著你 其實麻醉科醫生也會負責痛症 即是無論是一些比較急性的痛症 譬如說剛剛做完手術很痛的醫生 又或者是慢性的痛症 可能是癌症的病人 或者是長期病症的病人 當然也有少部份麻醉科醫生 因為他們喜歡集中他們的服務 在深切治療 可以說都涉及很多層面 那麼多層面底下 為什麼你會選擇讀麻醉科呢? 初初是否想讀醫學院就讀麻醉科 其實有一點誤打誤撞 因為初初是想讀醫學院的精神科 反而是 但後來做實習的時候 又不能讓我去做精神科的實習醫生 反而我經常在外科、苦產科 看到麻醉科醫生在手術室的工作 開始產生興趣 然後有一次問麻醉科醫生 其實你怎樣看麻醉科 我讀醫學院的時候也有去過麻醉科 不過我就不是很長時間 但我記得麻醉科醫生同學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Christian 他說麻醉科就好像手術室的守護神 你一直守護著病人 他不知道真的一直守護著他 所以你都要負責他的安全 可以是很悶 但也可以是非常刺激的工作 然後我就開始了解多了 就報了 亦都進去了 有人聘請我 我發現這個誤彈誤狀之下的 進去的專科 反而是最適合自己的 所以回想起來 可能也是天主的恩賜 知道這件事 你以為自己適合的事 未必適合你 但他會帶你去更好的地方 剛才你說到很有趣 形容麻醉科醫生是一個守護神 為什麼呢? 有什麼驅使自己是一個守護天使?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以為麻醉科打完針藥 你是不是走了 其實不是的 我的工作絕對沒有那麼短 亦都沒有那麼簡單 反而我們的手術是涵蓋了術前 手術期間和術後 術前有整個手術的計劃 病人是否符合 需要有些藥要調教 或者甚至要做什麼運動 檢查 到他計劃用什麼藥 什麼方法 甚至跟手術醫生的溝通 我們都要做很多的計劃 而當他睡著了之後 其實我們從來都不會離開他 而是一直看著他的心跳 血壓 呼吸 直到他完全梳醒為止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走了 但其實不是 我們永遠都在他身邊 做完手術後 我們又會擔心他 會不會痛 會不會不舒服 會不會不舒服 呼吸還不可以 需要更加密切的護理 這些其實都全部 整個手術期間的care 其實都是麻醉科的部分 這個真的不說不知道 我自己本身也試過做一些小手術 被麻醉科醫生打了麻醉藥之後 就睡了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挺有趣的 其實一個手術室裡 有幾多人員會全程守候的呢? 全程嗎? 全程的話 可能真的是麻醉科醫生 真是的 護士都會的 但護士主要都是負責 譬如做手術的醫生 做手術的進行 做筆儀器 或者其他東西 譬如標本 或藥物等 而做手術醫生 專注在做手術的期間 但有時候他可能 從病人開始睡覺 到病人醒的時候 他也未必會在這裏 真的從睡覺、閉上眼睛 到閉上眼睛 都在這裏 其實是麻醉科 大家要記得這個麻醉科醫生 不要忘記他 不要忘記我的 跟他講一聲 多謝 多謝你陪著我睡了這麼久 這個就是你的工作 有很多麻醉科醫生 對著不同年齡層的 但你主要的服務對象 是哪個年齡層呢? 我主要的服務年齡層 其實我由零歲至一百歲都做過的 但現在我專注 特別在小朋友那裏 這是我的專注 一百歲會不會快點睡著呢? 其實有沒有關係? 有的 是嗎? 有的,真的有 你這麼聰明的 有些藥是要不同的 好的 你專注於小朋友 暫時來說 小朋友那裏 你有什麼技巧呢? 有什麼挑戰 對著小朋友呢? 其實有很多挑戰 首先小朋友的體重 體重的範圍 可以說是由一公斤都沒有 可以去到一百公斤的 現在年輕人很大隻 十八歲樓下都是小朋友 我真的從一公斤到一百公斤都看到 當然他們的智慧都不同 一個小孩子 還有兩三歲的小朋友 又或者去到小學生 或者中學生 其實他們的想法 或者認知都不同 幫助他們 去陪伴他們 去克服這個恐懼 或者令他們感受到平安 其實都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有什麼方法呢? 嘩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真的很 depends on 他的年齡 小朋友如果小一點 其實我覺得有父母會好一點 尤其是父母比較鎮定一點 因為如果父母 父母會不會不鎮定多一點? 會的 如果父母不鎮定 小朋友也會不鎮定 和父母麻醉了父母 所以有時候我解釋得很清楚 給父母聽 其實他們的角色很重要 就是他們鎮定 那小朋友才會鎮定 第二件事 可能是和他們玩遊戲 就是把整個經驗 整個遊戲 因為小朋友 有很豐富的想像力 有時候和他們說 我們現在呢 就好像在搭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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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去一個 奇幻的世界 這裏是不是很像太空船呢? 他們就會覺得 對呀 這裏有眼燈 很多儀器 他們就會開始有一個 叫做 reinterpretation 對於整個 醫療的環境 有一個重新的 一個 演繹 或者理解 幫助他們 甚至有些 餵食的呢? 餵食就是 你喜歡吃什麼? 對呀 然後就不停地跟他們說 食物 然後就睡著了 也有的 哈哈 有沒有不同 有些不同味道的麻醉 芒果的味道 有的 有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猜了 我們會在那個罩 你會聞養器 才睡覺的 在這個罩裡加 我會讓他們選擇不同的味道 他們可以選 士多啤梨 雪糕 巧克力 可樂 雪碧 什麼都可以 嘩 這麼多的味道 巧克力 對呀 這個非常之有趣 我覺得 暖狀也撞到出來 竟然有不同的味道 這些是很開心的 令到小朋友 不會太害怕 你怎樣去 給予他們一個希望呢? 希望? 我覺得小朋友 他們本來是很有希望的一個族群 他們做手術的時候 不會覺得我沒有希望 或者覺得很慘 對 會覺得有點慘 覺得要做手術 因為比較害怕 但是如果陪伴他們 令他們知道 其實我是關心他們的 是幫助他們的 而我不會走的 很多時候 我發現這樣 都會令到他們和他們的父母 都會有一份平安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角色 自己可以在工作裡 帶平安 或者安穩 告訴他們 你是OK的 你是安全的 你的安全是最優先的考慮 這樣 在小朋友身上 看到耶穌嗎? 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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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們很多時候都很生病 有些很差的病 但是我發現他們 對於生命 他們 好像 我有時候會想起 寶寶耶穌 很簡單 就是 他們最重要就是 一份愛 什麼愛呢? 和家人的愛 或者是 只要和家人一起 就可以了 而且我發現他們 不會想很多錢 或者前途 未來 而是覺得 很活在當下的一個年紀 另外 有時候 照顧他們那時候 也會想起耶穌 因為 他們不知道 忘記我的 但是 我又想在照顧他們那時候 他們睡覺了 就好像我也有時候會睡著 有時候我也會忘記了耶穌 或者天主 其實一直都是照顧著我 看著我 我勸行 我心跳 我呼吸之外 還有我的未來 我的將來 我現在 我過去 其實都是他的掌控 才來 有時候 我都忘記了他 多謝他 就好像他們都忘記了我的存在 所以 我覺得 有時候 我也很喜歡我的工作 因為 他教導我一份的謙卑 以及 讓我記得要感恩 嗯 即是天主 都在你的生命中的麻醉 和醫生 是嗎? 我懷疑 我懷疑 是 可能他麻醉了我很多我不喜歡的東西 是嗎? 是嗎? 我自己不知道 我懷疑 是的 正如你所說 我們都被生活麻醉了很多 即逐世的生活 但記得天主在我們旁邊守護著 他都是我們的守護 守護天使 守護著我們每一個 很多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職業 都會有天主教的支援 教會的支援 醫生有沒有呢? 有沒有所謂的 公教醫生協會之類的東西? 有的 有的 我們有一個 香港呢 就有一個叫 天主教醫生協會 英文就是 The Guild of St. Luke Saint Cosmos and St. Damien 三個都是醫生的聖人 他們都定期搞很多的 零修的聚會 或者是彌撒 或者是信仰培育 給香港的公教醫生 我以前大學那時候也有些 譬如Medic Cell 醫護細胞 在兩邊的 即是兩間大學 我們香港的大學 香港的中文大學 都有醫學院 他們也有醫學 那時候 學生那時候 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支持群組 可以說 在信仰上 還有一班師兄 才帶著自己 嗯嗯嗯 有沒有試過 在醫院裡面 去福傳 去傳教 傳福音 這樣呢? 我沒有試過 拿著一本福音去說 不過我自己怎麼看呢? 我看福傳就是 我覺得如果能夠用一個信仰的心 就是懷著耶穌的心 去做好我份工 就是一個福傳 因為我覺得我份工 我試我份工不是一份工作 它的確是一份工作 但我會更加視它為一個 mission 或者一個召叫 好像婚姻召叫 或者支度召叫 我會試我做醫生是我的召叫 所以 用心去做的話 可能 是不同的 我記得我的靈修導師跟我說 Vancy 你覺得一個醫生 和一個教育醫生 和一個教育醫生 是否有分別呢? 那我想一下 是的 即是 我會期望 一個教育醫生 可能會更加愛 更加謙卑 會願意付出更多 就像耶穌 他自己也是一個 很好的治療 所以耶穌會成為我最大的佳謀 音樂是你的技巧 一些天賦 一些才能 有沒有用這件事 去為病人做些事? 你也知道 有啊 我試過一次 上年 當COVID沒有那麼差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 有兩件事的 第一次是跟 Child Life Specialist 就是一些遊戲師 在我們醫院裡面工作的 他們就跟他們一起用音樂 去門診部 或者上病房 走著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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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的 因為他認得你是醫生 他記得你 原來醫生是另一面 醫生會跟我玩 大家都很開心 唱一些他喜歡唱的歌 我點到頭都暈倒 比如呢? Baby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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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大的 然後還有 容祖兒也要唱的 容祖兒 是甚麼呢? 全身暑假的 不是的 是甚麼 小傾士 是類似的 然後還有 懷舊的 有些小太陽 還有 Wills on the bus 這些傳統兒歌 也挺有趣的 他們那時候的反應 很開心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跟同事 其他醫生同事 護士 還有物理治療師 治療師 我們有一對 醫院的 聖誕節的時候 唱歌 跟小朋友慶祝 醫生跟你報家音 是呀 是呀 之後我們斟支 因為我們有個優惠 坐在病房 我們就上了病房 因為有些小朋友 可能下不了來看表演的 然後就進去病房 跟他唱歌 有些小朋友跟我一起 拉小提琴 他拉小提琴 他會拉 然後我們繼續跟他唱 例如《A Whole New World》 我記得的 然後有些小朋友 可能在曲裝 逛逛逛逛見到我們 然後就說要是寶寶 我們又彈寶寶 那天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聖誕 我自己覺得很不一樣 但是很窩心的聖誕 很開心 不要現在經常想著 前線醫護人員 一定要衝鋒陷陣 去搶救 但這些都是前線醫護人員 最能夠帶到一個希望給身邊的人 尤其是小朋友 其實也很感恩 因為有一群很有心的同事 大家都是拿工餘的時間 來練習、練歌 或者上病房 這些都是他們放假的時間 但他們都願意回到自己工作的崗位 繼續帶點歡樂 帶點希望給小朋友 我覺得自己可以在一個身邊 有很多這樣的好朋友 好同事 都是我的感恩 很感恩的一件事 聽到你唱歌給小朋友 都很吸引 我都覺得很想聽 聽到很想聽一份 雖然我不是小朋友 但是 都有這個小朋友的童真 很重要的 這個 我很喜歡聽儀哥的 閃電全新機年代的儀哥 OK 今天不是叫你唱儀哥 而是聖誕節來到的時候 不如跟大家唱一首聖誕歌 因為都透過我們的網絡 去分享這份平安和喜樂 給各位在家裡的觀眾 甚至乎在手機 或者在電腦上看到的觀眾 因為無論加拿大也好 香港也好 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又不可以出街 變成要在家裡 只要跟自己的家人過 都是一個好的時間來的 難得有一個時間 跟家人相聚 在聖誕節 就不用出去開派對 但是 朋友就比較少見了 但是也希望分享到這首歌 給大家聽的 那我就交給你了 你好像也有 另一位特別嘉賓 就邀請了一起唱 那我先交給你 那我交給你 嗨,我是Benzy Hello,我是Tao 今天想送給大家一首 自己寫的聖誕歌 就叫做白蘭路上 內容就是 九馬里亞和洋室 去白蘭路上的時候 所遇到的困難和心情 今天這張林奇送給大家 今天這張林奇送給大家 他為你跟著 他為你跟著 將襯子 但我客棧 怎可成事 想你那一場 說 願意 可啊 如果是他在聖誕堂 東北西州 淚露 彷彿到盡頭講不出 心裏面滿是棍架 七黑眾話話 單身多麼寧靜 簡單馬草願意招救 憑順馬利亞獻上一身 憨冷抱著聲音未分手 不必驚風 懷中真亡 拒走悔癮 免掉暴望 下晚靜夜遇上天 溫與末日高 無歌歡呼重産 眾聲付救人 主欠皆有 願細心思索真點 這個故事來日能不免 全身靠著這關心 七黑也看得見 好 回來了 多謝你 白冷路上 大家我們都在白冷路上相遇的時間 尤其是在聖誕節來的時間 都是一個想到生命的時間 你 醫生 每天都對著生命 你怎麼看生死呢? 我覺得做醫生會令我對生死有更深的感受 因為死亡在身邊 每天都會發生 我會更加覺得是 其實可以是健康 可以就應該是一件感恩的事 也都覺得分分秒秒都要活出 更加好好活出你的生命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 也都覺得就算有苦難或者病困 其實也都會有希望 也都是會天主在身邊 只不過有時候有些祝福是 或是說祝福是掩飾 或是掩飾、分析了 可能好像很痛苦的事 但其實也可能是一些祝福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病症 會令家庭更加緊構 他們更加體驗到愛 大家更加發現到 原來家庭裏面 不同人的關懷和角色 所以我更加珍惜現在大家擁有的東西 所以我跟我的病人、家屬、爸爸媽媽 我自己有很多提醒和感觸 所以都令自己更加覺得 分分別別都要活好生命 活出信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的,生命是需要珍惜的 尤其是在病痛當中 很有趣的 你說出一個重點就是 令家人更加緊構 雖然病是痛苦 但這也是一份祝福 我們都記得在前線的醫生 尤其是疫症當中 麻醉科醫生 都是首當其衝的一環 對嗎? 是的 因為很多 美國、加拿大都是 很多麻醉科醫生 其實是要走出去 幫一些快要呼吸的病人 放一條喉管 入喉嚨 這個我們叫插喉 他們也負責很多深切治療的工作 其實都是首當其衝的 都不單止是麻醉科 我想整個醫護界 大家都很多人都很願意付出 都希望大家都為他祈禱 是的,在節目最後的時間 希望大家不妨自己念一篇聖母經 為所有的醫護人員祈禱 求聖母媽媽守護著他們 包括郭醫生 好,今天很多謝郭醫生 為我們這個訪問 很少可以叫你郭醫生 叫多幾聲 哈哈哈哈 好了,我們再和你做特定的訪問 有機會就 好,多謝郭醫生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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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